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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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所以各位 我们来说八万载界 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家人 我们要为了无量无边 正在受苦轮回的 有情众生 所以要火发广大殊胜的菩提心 自他利益皆成就 修行不离开这个自他利益 第一个就是对自己一定要断除 轮回的因 我只是贪嗔痴 痛苦的业 那你没办法自利 你也没办法利益众生 你越想要利益众生 那更要自利 小称不想利益众生 所以 但是生死轮回 对他太苦了 他一定要赶快断除轮回 进入涅槃 年解脱道的罗词 何况菩萨道 菩萨道负责的是 所有六道众生 那我们更要自利 所以各位 不能脾气不好 把欲望 放纵自己 所以为了普利众生 所以为了自己 跟所有众生的利益安乐 都能够圆满成就 所以我们要受八观再戒 那受八观再戒 当然我们从发布离心到成佛 最主要的 念一下 净除业障 累积之良 净除业障到最圆满 就是正的空性 累积之良 就是波罗蜜 一切善根都要圆满 所以 忏除一切不善业 特别是身口意 因为各位在五卓二世 做生意 家庭 有人我是非 甚至现在 你要看报纸 你很容易起心动念 是是非非 八卦新闻 勾引诱惑 用各种方法 所以 我们时时刻刻 身口意都在被污染 所以 唯有八观再戒 就像各位车子 开了五六天 总要赶快进 洗车房去洗一洗 所以要净化 忏除一切 身口意不善业 而且 广大的 修福德之良 特别是随喜功德 我们自己做 更重要 随喜无量无边 各种福报 之良 运就是组合的意思 我们叫无运 运就是 积积 组合的意思 随喜无量无边 所有的各种的福报 之良 那八观灾界的特色 就是过五不时 所以首先当过五不时 灾界跟平常生活不太一样 后修八种掌养法 那我们就可以掌养 各种的 持戒的 断贪的功德 那这样各位了解了 所以 那我们现在既然 发起无上菩提心 为了治他的利益 那首先我们要 灾除不善业 把不善业灾除了 大家好好的 以八种戒律 来受持 而且广修功德 特别今天 佛陀 成道日 那八节 这个那就是十二月的意思 八就是十二月初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 那首先我们以这样子的 大乘的八万灾界 来供养佛陀 那以持戒的功德 来广修真上的功德 你有受八万灾界 供一朵花 跟没有受八万灾界 那不一样 所以没有受八万灾界 那一天你供一万朵花 都还不如受八万灾界 供一些相的功德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广修功德 像我们出家人 那三米界 就是一辈子受八万灾界 一辈子都在受八万灾界 那进一步 更受更多的戒律 甚至受菩萨界 但是你受菩萨界 更要以八万灾界 五界做基础 佛教是思想 引导行为 如果我们嘴巴念阿弥陀佛 却没有一个出离心 或是菩提心 或是愿往生的心态 那嘴巴念阿弥陀佛 变成口头禅 像这个意思 就像我们大家都会念心经 但是你没有追求空性 你还在忙着想要赚钱 就像昨天有一位女菩萨 一直问我 他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然后他跟那个男生 什么时候可以娶他 我只给他说 这个婚姻要有素式姻缘的 他听不懂 他说师父那你教我什么方法 让他赶快娶我 所以 一个男生如果不喜欢你 你怎么娶也娶不来 一看就知道 没有因缘的 但是因为他不了解 但是他是一位很久很久的 很会翻译佛经 翻译佛书的佛教徒 这个就代表什么 他的佛法完全没有入心 没有入心 甚至在佛教里面在找对象 所以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而且我也知道 他结婚以后保证离婚 因为他的个性 我跟他一起做过事 我知道这个跟谁都合不来的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 那同样我们学佛很怕这个事情 所以不知道学佛要干嘛 那学佛 因为我们以前 皈依 贪嗔痴 我们以为贪嗔痴 是我们生命最快乐的 所以 你要吃得很好 有钱 享受 不高兴的时候 就骂人 伤害我 我就伤害你 不了解真相 所以因为这样 就 皈依了 烦恼 就会造业 就会痛苦 轮回 那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上皈依 每天都要上皈依 就像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是叫你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他叫极乐世界 所以每个人都保持这个正念 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也因为意念三宝 所以他就老实的按照法这个鬼词去持戒 来自去发菩提心 所以去利益众生 要归身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 当然佛陀为什么制定我们六载日 一定要受 因为 我们在家菩萨 那各位你没有出家 忙了赚钱 照顾家里 你就 你的念头 没办法的 你的念头就被世俗法 抓得很紧 放不下 放不下 甚至很多人都是 念一下 归自己 什么叫归 自己的想法 你用自己的想法 甚至他出家了 也是用自己的想法 做事情 虽然佛教徒用自己的想法 那各位就 就会觉得看不惯他 所以同样出家人 有些人不喜欢去亲近他 那有些在家人 人家不喜欢你 因为你 人家看到你的缺点 如果是佛法 怎么会有缺点 佛法是亲近 大悲心的 不可能会有被讨厌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不懂佛法 那你认为你是三宝弟子的 挂了一大堆念诸 但是做的事情不如法 就不像佛法这样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 念这个三皈依 而且知道我们皈依的意义 比如说这里面 是皈依佛 这是敬畏来寄 不离开佛陀 恶族圣尊 恶族就是福德智慧要圆满 所以叫明行族 所以这两个 明也代表智慧 行也代表一种实践 所以一定要福慧两族 我们是皈依 福慧两族 我们要追求福慧圆满 事皈依法 理欲圣尊 那法跟我们讲的就是虚幻空性 所以那你就不要再去追求 所以所有规法的人 都是应该是清静 没有自私贪心欲望 所以保持这种清静空性 那这个就是佛教的目的 调伏至心 至敬其义 不起心动念 那就没有轮回痛苦的因 事归身 调伏圣尊 那出家人 努力的乃至菩萨 调伏至心我直 进一步调伏众生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有 严实出高途 一个修行者没有善知识 没有老师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他往往做的事情 他认为这个是佛法 就像我以前做阉供 那有一位男众 年纪蛮大的 稍快一点稍快一点 结果他短命死了 他虽然说他是佛教徒 但是他用自己的想法 在做事情 他不了解这些 孤魂野鬼会说 稍慢一点 很远很远很远都还没来吃 也吃不饱 一批一批不断地来 所以各位观念上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那你一定要有出家人 做你的老师 那你要拜他做老师 那你要归命 如果你不听话 不依教奉行 那你还是归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会用你自己的想法 个性去做事情 自以为这是对 这个叫很难沟通的人 所以各位 你老公可能是那种人 你老婆可能是那种 因为你太了解他了 对不对 这样很远公为 自以为是 很骄傲 很固执 那这些人就很难修行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接受调福 就像我们出家 师父讲东 不敢西 因为师父 他就是为我们好 师父讲东 你跑西 那你就是个叛逆的弟子 那你根本不是佛教徒了 所以特别各位 在藏传佛教 上师就是佛 所以你的师父 就是你的佛 所以当然这个师父 有调福自心的功德 那我们也来追求他 所以自我调福 你才可以同理大众 调福 圣尊 一个人装不装严 是他的心态 而不是他的外表 就像各位今天来说 包括我姐姐 不用化妆 不用穿漂亮衣服 不用开好车来 但世间人都是活在这个外表 但是学佛的人 为什么说老和尚是宝 他一辈子真的在修行的话 越老越庄严 越慈悲 越有空性 所以我们很喜欢 亲近老修行者 有这个意思 另心喜悦 所以我们的佛法 如果心态 如果离开佛法 就像各位 你现在去偷人家的钱 心里就会苛责自己 就像各位 你八广灾戒 结果你去谈恋爱 你会觉得 无聊 我很痛苦 因为我喜欢 说八广灾戒 我不喜欢 谈男女金钱的问题 但是 所以我们的心要回家 回智慧的家 回慈悲的家 回三宝的家 所以 心欢喜 这个叫 伐喜禅悦 所以一个人 修行人 真正的修行人 你给他世间的皇帝珠宝 他认为 那个是个压力 痛苦 无奈 就像我们 我是在家而后出家 结婚 生小孩 做事业 心里面有出力心的 会觉得 活在家里很痛苦 每天都不想回家 只想住在寺庙 每天也 很不喜欢进公司 当然 世间人会用很多金钱 想办法 拉住你 用爱情 用金钱 我对你那么好 就像一个女孩子 她做太太的 希望抓老公 老公怕她有外遇 每天对她很好 想要去抓住她 事实上 对我们来讲 这个抓就像回监狱一样 对不对 不自由 所以唯有 不执着 我们宁可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河边 去做烟共 去放生 去帮助别人 我们的心才可以安定 世间的一切 不是我们心安定的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出家 世间给我们看 皇宫 皇宫 贵族 种种享受 还不如修苦行 在菩提树下 成正觉 他成正觉了 他才可以真实的利益众生 所以世间的黄金珠宝 当然是战时的利益 但是成了佛了以后 来引导那些国王 来引导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怎么样去爱护国家 让他们去归三宝 所以佛陀的爸爸 希望他成为一个 同理印度十六大国 同理圣世界的转轮圣王 用武力权力管别人 这就是世间的成就 但是佛陀说 我要追求真理 宁可做真理之王法王 不做世间的世俗国王 就像丙博沙洛王 碰到刚出家的佛陀 修苦行 把国家一半要给对方 这宾陀沙洛王的善根 他看到出家人这么庄严 他认为比他做皇帝 还伟大一样 还有这个善根 所以 但是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 世间的龙皇富贵 算什么呢 唯有用慈悲来庄严自己 用智慧来庄严自己 这个才是我们最欢喜的 这句话各位要有体悟 所以佛陀一直叫我们 受八万灾界 目的还是希望各位 念一下 早一点出家吧 对不对 因为早一点脱离轮回吧 不要再去追求男男女女 金钱欲望 占有欲 那个是五花大绑 何必把自己绑死了 谁不想要快乐自由啊 世间人愚痴 我老公爱我 所以我感情自由了 认为说我安心了 事实上那是痛苦的开始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心 依止在外在的人事物身上 就像我最近几个 几个台北的信徒 他们的大陆做生意 啊师父啊 最近实在怎么办呢 对不对 变化多端了 我说你回来赚钱啊 做什么 受八万灾界啊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让你富贵六十多万事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让你升天 那你每天苦苦的在那边 追求金钱 所以少欲知足 当初你跑那边去 就是贪行嘛 难道你去那边度众生啊 所以你到哪里 都可以自在 如果你往外求 当然苦 再来广修一切相应盛行 这个相应盛行 除了八万灾界 更要相应六波罗蜜 所以各位平常六灾日 你在家里十分钟 二十分钟念完了 那一整天干嘛 那一整天就赶快去利益众生 所以一方面调伏自己 保持在 你不去面对众生 你怎么调伏自己 你必须要去面对众生 这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控制不了脾气 控制不了欲望 所以那个时候更警觉的 以八万灾界来调伏自己 在调伏自己的过程里面 我会基本去利益众生 所以要做 广修一切 所以这里面讲的广修一切 你不能说我只喜欢念佛 修行你还是不要按照你的想法 我认为各位一定要 清净善知识 他知道你这个人缺点是什么 并断懶懶 只喜欢哪个念这种并断 这多轻松啊 并断滚 所以你应该去厨房 你应该去扫地 你应该去帮助别人 不是念佛错 那是因为这个只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些人喜欢跑来跑去 你就要打坐 打坐 倒在面前较快的打坐 他懒得用心 他就忙一忙累了睡觉 睡觉再忙一忙再累了睡觉 但他心里不喜欢用心 去思维佛法 就像有些人在学校 考试数学都考20分的 物理化学考20分的 为什么 他不喜欢用心 你叫我背中文可以啊 你叫我背历史地理 我蛮不错的 但是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学佛 那你什么度要圆满 在维系的 在有力的 那你就要去追求他 你要突破自己 你不突破自己 那没办法修行 所以就像刚刚我请两位上司 我教他们 你看我们汉传这个 你们也要学呢 怎么去作业接触众生呢 因为你不接触众生 虽然身上有法 没钱呢 没福报呢 那这个福报不是求来的 福报是做来的 你自然有福报 你在哪里都可以杀水啊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杀水 我就问他 你们有没有在杀水 No 有没有在杀米 No 所以说啊 没钱啊 所以我讲话不太客气了 我只告诉他 要改变 虽然我们的法很好啊 但是没有去宣传 所以刚刚车子开过来 我说你看 哇我们的广告牌多精彩啊 对不对 看了肚子都饿啊 特别晚上的时候 他就想尽办法勾招你来吃啊 火锅啊 什么什么 那我们秘宗呢 秘密不知道 没人知道 那这样 那你显教的意义在哪里 你不知道 而不是看经典叫显教 这一点要让他们了解 那我们上面写的坐电梯怎么样啊 这个产品怎么样 那我们秘宗不写这个 因为要口喘 所以不能把文字写在墙壁上 只能写个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不教你说要慈悲 我说你要写应该写个 我慈悲爱众生 顺便写在下面 如果你不写在下面 那虽然只是那个标志 但是一般人看不懂啊 不像我们汉人都是标志 爱护国家 我从小都背了 国家兴亡 皮肤有着 我都背起来了 所以要这样去做 所以那这个标语可以影响世界 你看中国那么大 十几亿人那个标语 因为这样标语 整个国家兴盛 很强的标语 所以计划生育 只能生一个 连乡下只有一个 所以 那这些标语就是显的意思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要修行也不是在家里说 包括在这些 大乘的佛教 哪里可以利益众生 那个就是我们的道场 所以你要相应 相应的 我们是修菩萨道的 修无上菩提心的 要相应这些 盛行 求成佛果 究竟圆满 不是求个人解脱 阿罗汉 不是求我是个口才很好的人 不是求我让人家知道我有神通 不是求 我觉得我智慧比别人高一样 因为有所求都是有比较 有比较 就有嫉妒 傲慢 因为我希望我比你好一点 这不是的 佛 佛是默默的在服务众生 所以 为了求成佛果 我们要广修一切 再来 所以 我发无上最上心 无上最上 那就是参攻 希望我们达到最顶 没有比这个还高 最高的 这个叫 菩提心 而且这个菩提心是要让所有众生都快速成佛 离苦成佛的 第二句话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显教的一个汉传佛教的精髓 不请自来 不请自有 不管你在哪里 我主动去找你 你不用找我 我也来把佛法给你 我把功德给你 为诸众生不请有 所以各位 你随时要站在街上 你都要去看 这个人我怎么度他 这个卖槟榔了 我怎么度他 所以 你什么都要做 因为众生不是说 我挑了就放生 放生容易 反正动物又不会跟我吵架 所以你不能 光喜欢哪一种 所有众生在你面前 你要想办法帮助他 为诸众生 不请你 就算你不跟我请法 我也要主动去找你 所以刚刚我跟我们 可惜说 可惜你现在在我们台北 一个闹区 我们有个南京东路道场 你要开始想办法 替他们祝念 替他们关怀 小孩子要考试 我帮你怎么帮 对不对 用你的法 但是主动的帮助 而不是为了 个人的扶持金钱利益 不需要 不需要提这个了 别人 自然就会被你感动 而想要 帮助你 扶持你 你就成为他们的福田 但是问题是 你要替他们想 替他们想 特别我们台中五方讲 楼上都是公司 楼下是shopping 大家忙得不得了 众生需要什么 你要想办法 想办法 但今天头上想到 要破掉 所以各位你要这样 你要一直去想 怎么办 不能停顿 这种立他的心 立他的心 是消除烦恼 消除业当最快的方法 只要发起无上菩提心 就要想办法 去帮助众生 所以圣菩提心 善所行 所以我们追求 这个无上菩提的 这种行为 要善巧方便 去圆满 善对之不善 不善除了不对 也不善巧 方法太固执 方法太单调 所以要如何 善巧方便 能够快速的圆满 无上菩提 才可以成佛 在这个世间 在五卓二世 世间成佛 能够广利益 所有众生 愿我趁是善业骨 所以我们发起这样的心 受八卦灾戒 来实践 波罗蜜 愿我 趁着这样 所有的这些善业 此事不久成正觉 各位要不要赶快成佛 你一定要激励自己 你不是说慢慢来 我赶快成佛 但是我不讲我成佛 我让众生成佛 但是你要找到成佛的方法跟果 如果你自己都还迷路了 你怎么告诉别人走那条路呢 所以最好是一生成佛 最好的方法是当下成佛 当下讲的是心态 那就是密称的重点 上面也解 对众生的誓愿承诺 然后呢 对上师三宝的 教戒的实践 对空性大悲心 分分秒秒不离开 所以希望广修功德 以无上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 以出力心做基础 八观灾戒 三密戒 然后呢 能够赶快圆满 正等正觉 就能够说法饶狱于世间 就像释迦牟尼佛 用说法 用神通 包括现在的世界 你不能光说法 你必须用网路 今天这栋大楼 我们盖一个免费医院 好不好 你进来都不用钱 每一个急诊室 这个是修立度母 那个是修观音的 那个是拜三面水上的 先把它掺掺掺掺掺掺 超度完 然后再去看医生 那这样子对众生 有没有帮助 这才有帮助的 一楼是接引 二楼消业障 三楼超度冤心在主 一城一城 到顶楼就已经快成佛了 病人都推向成佛之道 所以既然他要进来 那一定要让他得到佛教的利益 不是把他身体医好 然后让他继续打麻将 医他的身 更要医他的心 所以转变 转变一个人 一个喝酒吃肉 得癌症进来了 把他医好 转变好 让他出去变成一个 吃树 利益众生的 那学佛 要有这样子的悲愿 但是你要这样的悲愿 但是你要广激自量 不是说光看佛经 那佛经只是个思想 你要相应 各种的善巧方便 那这样才可以利益众生 解脱众生 三有苦 所以让所有众生脱离三界 轮回的痛苦 这样发愿 所以我今天特别用这个短轨 希望大家 每次六载日 你要念所有常轨 我认为你要念十个仪轨都好 因为有十个方向 让我们的心态 正确 行为正确 这是最圆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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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撒 摩合般若波罗蜜 当愿众生 同享功德 罪障消除 圆满福德 同身净土 同身佛道 同身佛道 好 各位要每天就像众爱国奖券一样 不要懒懒的 现在中午睡觉时间 你心里就会觉得意志力不坚强 因为想要睡觉 然后啊 如何如何 老实说 出给人啊 整天没事干 你要睡到 24小时也没能管你 但是你睡久也会累 所以 要做一个菩萨不分在家出家 那每天你要去想 别人怎么办 众生怎么办 世界怎么办 所以你的意志力要 很坚定 简单说就是没事情 你也要切到事情 这个世间没那些没事情 因为很多生命众生都在受苦 但是我不能说 反正我现在就打坐打坐 打磕睡打磕睡 念念 佛觉得蛮安慰蛮快乐的 那事实上 对众生失去悲心 就像说 今天有个老人跌倒在面前 你还在那边念经 这样对还错啊 本来就是要救那个老人 这个才叫念经 念就是保持慈悲心 保持空性 我们念经就是要让你的心态 变成能够帮助众生 而非佛教徒 根本忘了自己 所以天天 你这样无我的去帮助众生 这就是佛教的 所以我想 阿弥陀佛有个净土 但是他所有的一切 就是要帮助六道众生 脱离轮回 净土是他的方便 所以先把他拉起来再说 拉起来让他能够断除烦恼 拉起来让他将来也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要用各种方法 去帮助众生 所以要经常修什么呢 慈悲观 变满生命 就是你的内心里面 要保持对众生的悲心 让你的身口意 不管走到哪里 充满慈悲 我想就像一个很漂亮 很漂亮的小姐 打扮了 充满了这些外表的庄严 她自己觉得很有精神 所以 但那个是世间法 但是菩萨是一种心态 一直要去想这个问题 不管你念佛 打坐 诵经 那也要充满慈悲 但是重点是要 把这个 这样训练慈悲观 目的是要给帮助对方 对方 哪一个众生在受苦 哪一个众生都是我帮助的对象 就算他不认识你 你要想尽办法去亲近他 接近他 赞叹他 不失碍遇 慢慢的他也会接受你 所以就像一个拉保险的人 做生意的人 本来前面没有半个你认识的 但是你要慢慢的去送给他名片 跟他打招呼 跟他讲话 那你才可以认识他 认识他 给他好印象 然后呢 慢慢把你的产品推销给他 世间法都如此 何况是佛法 所以办这么多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接引更多 只是我们现在 类似我们这种活动 老实说 请问是楼上上班了 下来这边听课了 请举手 不用看 没办 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地方 了解吗 所以你办佛教 那你就是希望 让触别给他 楼上楼下都愿意来这才对 忘了要去楼下买东西 赶快来听佛法 赶快来参加法会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要很积极 所以就像我们这样一个空间 租给人家做生意 一个要几十万的租金 包括电器 能器 花很多钱 如果你是老板 坐在这边 你会气疯了 对不对 没有拉生意来 对不对 就像开一个餐厅 至少一天要来十个吧 十个也会倒电 所以 那各位我想 我们做菩萨 部分在家出家 义工 要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 就像我们今天不是礼拜天办法会 他要去上班 六礼拜再逛了上班 来拜拜佛 那我等一下来 等一下来 有好处 我去打个卡 写个消灾 写个超度也好 对不对 你要 你要以这样子的积极的心态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讲 把各位丢到一个完全没佛教的地方 一天要拉十个人来学佛 一年下来 你就可以拉三千多个 那你不能度十个人来学佛 我们行菩萨道要干嘛 受戒要干嘛 所以我们就要去 弘法立身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发菩提心要做一个菩萨 愿修一切善 那你要想办法 劳意有情 那你要想办法 适度一切众生 所以这辈子在这边投胎 下辈子在那边投胎 从零开始 所以甚至很多菩萨发孕 投胎在贫穷乞丐的家庭 这样他比较不会骄傲 比较有悲心 但是由零慢慢慢慢 去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所以我们大家在这边 不是在享受遗鬼的快乐 安全感 而是在培养一种 利益众生的动力 生命的动力来自于慈悲 我们想要去帮助众生 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再来受菩萨戒的意思 乃至大乘佛教 本来个个都是受菩萨戒 156页 就像各位现在听两位上师在念 我们什么叫险教 险教是用行动 用行动各种方法 密称的他比较用心态 持奏心态 就这样念 念完下课就没事了 也有他的优点 更有他的缺点 所谓显密言隆 要半功半读 所以不是我来念 是我来拉更多人来念 那有用 所以而且要接触他 要对他好 所以试设法 布施爱与立行同事 所以我想修行 我们也不能说 就天天坐着念 或是天天去外面跑 跑里面有佛法 做根据 跑了干嘛 做生意一样 所以这叫福慧双修 我们去接触他 去对他好 目的还要把 殊胜的佛法给对方 要种种 所以菩萨界就是 发愿自己的生命 要去利益众生 不再自私 不但利益众生 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而且自己也用了 成佛的方法 自立 菩提 利他 撒多 所以用菩提 来自立 利他 所以你就要受菩萨界 按照这个界 就像各位今天一样 守界 所以过五不时 守界 所以要把这八条 守好 不能去唱歌 不能去卡拉OK 等等等等 守界 所以你就不能 不能吃肉 抽烟 喝酒 所以这个还是消极的 那积极的 那怎么样去帮助所有友情 所以就像昨天他们 居士带我去隔壁那家 速食火锅 火车火锅 那我也要跟那老板 那样攀缘攀缘 我平常这个人很酷的 不太讲话的 但是去到那边 那你就要去度度老板 度度那些职员 告诉他们 鼓励一下他们 要叫他们死死 要送他们结缘品 这样就没有白吃一顿饭 这样 我们不能说 我来吃饭 我来吃饭 一定要为 为当地的有形无形 去想怎么办 那你可能要花一点 时间跟技巧 所以让对方欢喜 欢喜他就觉得佛法很好 而且还要教他 怎么样店生意会更好 客人会更多 这样你做的素食很有意思 并不是说要赚多少钱 很多人来吃素 而且很可惜 墙上没有挂任何 为什么要吃素的利益在哪里 至少写个爱护动物 对不对 至少写个众生平等 那些图像 纯粹为生意而开素食店 那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如果以利他的平等的 这种悲心 愿众生离苦的菩提心 做素食就算倒了 都觉得很有意义 就像我们的身体 生病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生病死亡 我们保持一个菩提心 听闻佛法 这死得很快乐 死得很有意义 怀着菩提心来生老病死 来轮回 非常有意义 而不能说你受到菩萨结 就不会生病 不会老 不会病 不会死 这不可能的 所以同样的 他们问我做生意怎么办 做生意也是如此 付出那么多 但意义在哪里 依然能够真实的 帮助这个社会众生 那你有这个心态 这个发心 自然有福报 那有福报自然 碰到好人 碰到赚钱 这是自然 但是你不需要为了赚钱 然后一直想这个 你越想赚钱 就像你世间人 要赌博一样 你越想赢就越输 因为你会紧张 你会有压力 但是你如果站在一个利他的 不管做生意 我卖这个花 我卖这些东西 是希望能够对对方有帮助 我卖这个药 对方吃一颗就好 不要吃两颗 你以这种利他的心态去做 赚钱亏钱 那是个人因缘 但是永远保持在一个快乐的状态 当然势必会有福报 所以发菩提心的福报 比较殊胜 就这个意思 我们念一下156页 然后呢 如果不懂的 我们再简单的解释 但是希望各位呢 依教奉行 信相信 所以不但自己希望得到这个功德 念一下 当愿众生 得菩萨界功德 那菩萨界功德圆满 就成佛了 当愿众生成佛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受五戒 受八观摘戒 吃树 受菩萨界 听闻各种佛法 你要一直很强烈 所以 那修行佛法也是要 要改变自己的个性 不能消极 不能安安静静 要很热忱 而且有动力 而且有方法 所以我觉得学佛很有意思 把人的品质弄到最圆满 成为一个最圆满的众生 将来承担整个世界众生的责任 这是最有意义的 好 大家念一下 菩萨界有八种殊胜 何等为八 一 极道胜 受菩萨界如大鹏鸟 一举翅高飞 能至十万九千余里 此菩萨界去道极故 发心悦六去二圣境 去无上菩提故 二 发心圣 一念发大悲至之心 超过二圣境界 如喜有二沙咪 发菩提心 阿罗汉反身恭敬 单一波 让路而行等 三 福田圣 假使供养满盐福提 内阿罗汉 不如一大鹏鸟 此鸟先来 受菩萨界故 四 光得圣 受菩萨界 欲如日光 无所不照 受生闻界 犹如引火 其光甚为 不可相比故 五 受罪轻为圣 受菩萨界之后 摄死破界 犹圣外道 不受界者 外道斜见 永成恶道 无有出奇 破界之人 戒威力故 摄堕恶道 受罪轻微 若堕地狱 作狱中王 若作畜生 作畜生王 若堕鬼中 作鬼中王 若在人间 作人王国王 若在天中 作天中王 生生之处 不识王位 故经云 有犯名菩萨 有界可破 无犯名外道 无界可破故 六 处胎圣 菩萨处胎时 常为天龙八部 诸善神王 之所守护故 七 神通圣 能变大地为黄金七宝 脚长河为苏洛提湖 能一念超百千世界 能一日化百千众生故 八 果报圣 生莲花葬海 正法性生 一德珍藏 永无退转故 好 受菩萨界八度功德 第一 去 应该是去 兴趣的去 就是你到达的都是 最圆满的 所以受菩萨界像大鹏鸟 而不是小麻雀 一举刺高肥 能够十万九千余里 就觉得受菩萨界 能够让我们快速成佛 快速利益众生 因为一发菩提心超越六道轮回 一发菩提心超越二称 自私自利的身文解脱 一发菩提心就可以到达无上菩提 菩提萨博 所以各位要做大老鹰 还是要做小蚯蚓呢 讲得好 要做出来 不要再拧拧 我扭扭你 为了人小事情在那边生气 谁谁念 所以各位你要想一想 虽然我们这样念 你的女儿婚姻不好 你就烦恼烦恼 因为这代表你没有用菩提心在做事情 你用菩提心在做事情 这个小case 女儿没儿子 女儿没儿子 对我来拜佛 佛同好 那你不会自己又陷到里面去 生病 生病更好念佛了 生病体悟众生苦了 以前你打拼 不然你现在还在打瓦糟 各种为情地打拼 所以你没有这些苦难 所以你受了菩萨结 各位的心态 要把对方的这种 这种小我的 自私的 为自己把心拉到最上面来 就像一个女孩子说 师父 我的老公不爱我 如何如何 我都要听完 要说 喂 你每天想你老公 那你就小气吧 你不是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念什么呢 地狱道 恶鬼道 所有轮回众生 这才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如果你用这种大心 去念阿弥陀佛 老公 谁远你 要么跟我来学佛 要么祝你去 但是你不能把那个心 一直一直放在这种 私人小事上面 因为这世间谁不会生病 世间一切无常无我 这个叫五着二事 也没什么好抱怨 所以我们既然受了菩萨戒 就不应该为五着二事的事情担心 它只会让我们引起悲心 而不是担心 这样可以了 你妈妈生病 所以全世界的老人 愿他们都不要生病 那可以 你儿子失业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修善业 不要再造恶业 就算你做生意很发达 那还是在造恶业一样 还不如呢 造善业 造敬业 所以你要把心态提升在这样 不能 如果一只大老鹰 他的动作像 像小麻雀会不会被笑 所以你想要得到大鹏之支 那你要有大鹏的发心 那就真正发菩提经 你发菩提经 那真的就是一念超越三千 所以一发心 越六去 越二称 去无上菩提 快速成佛 所以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一直回光返照 我的心是什么 第二 发心殊胜 那每个人都有念头 那你为什么不把念头 调整在最圆满 最高级的 为什么要把念头 放在一种 很自私自利的 甚至消极的 所以一念发 大悲至之心 要追求大悲大志 佛陀的大悲 佛陀的大志 所以这样来帮助众生 超越二称的境界 就算他已经正在阿罗汉 真的辟知佛 都输一个出发菩提经的 出发菩提经的小沙弥 胜过那些阿罗汉的老和尚 就这个意思了 读习有二沙弥发菩提经 阿罗汉反身恭敬 但一波让路而行 所以真正的阿罗汉 了解佛法的阿罗汉 虽然他自己发不起菩提经 但是他看到菩萨很尊敬的 但是如果各位有时候 我在缅甸泰国认识真正的阿罗汉 现在还是有很多阿罗汉 那这些阿罗汉 大概都是佛死灭以后 或是佛时代就正阿罗汉 但是他现在入禅定 有神通 没烦恼 他是很傲慢 为什么 因为他不了解大乘佛教 一个真正的阿罗汉 投胎 他不会去投胎阿罗汉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得到阿罗汉了 他要去投胎 如何发菩提经的状态 那个才叫发心的阿罗汉 不然的话 如果你是个阿罗汉 你又投胎在南传的地区 你就会很骄傲 哇 你是阿罗汉 大家都来拜你 但是对你来讲 没有进步空间可言 所以你发不起 真正的大菩提经 你会享受这种阿罗汉的快乐 阿罗汉的神通 那反而不好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真实的发 一念 为众生的大悲大志的菩提经 超过所有阿罗汉的经界 所以叫福田圣 第三 什么叫福田圣 假设你供养整个严福体 所有正的神通智慧的阿罗汉 不如供养一只鸟 这什么意思 因为这只大鹏金刺鸟 来参加菩萨界会 它已经先受了菩萨界 一切众生 有情众生 一只蚯蚓都可以发心受菩萨界 所以受了菩萨界 真实愿意发菩提经 超过整个阿罗汉 所以简单的说一句 你供养一只鸟 功德超过供养所有阿罗汉的功德 这什么意思 代表这只鸟 如果先来发菩提经 当然佛陀也说 你以悲心供养一只小鸟 它虽然都没听闻佛法 但这种慈悲心的功德 超过供养所有阿罗汉的功德 也一样意思 所以各位能够正式发菩提经 我们就成为众生的福田 各位今天用武哉 打哉的人有没有福报 所以我赶快用我妈名字打哉 我用这些冤心在主打哉 所以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因为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发菩提心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 能够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 那不得了 所以我想各位出家不见得发菩提心 在家不见得不能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不分在家出家 出家是个人的因缘 但是发心才是佛教最重要的 那这样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福田 那话要讲回来 各位如果你发菩提心了 爸爸妈妈也没有福报 我们真发菩提心 请问父母会不会超度 那你知道就好 那你为什么没超度呢 为什么堕胎胎也没超度呢 大部分堕胎胎也没超度 自己没有发菩提心 我一直给你写牌位 我给你出钱 那还不简单 出多少钱也抵不了把我杀掉吧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小心 不是我出一千块两千块一万块 你又赶紧超度了 那天有个菩萨写封信给我 师父回向给我 愿超度我 附在我脚上的众生消除嗔恨心 因为他脚很痛嘛 我就问他 你叫他消除嗔恨心 你消了没有 你没消嗔恨心 你叫他消嗔恨心干嘛 他更恨你 是因为你嗔恨心把他给杀了 乃至贪欲心把他给吃了 现在让你脚那么痛 那你心不改变不忏悔 你只要用钱来交换 甚至拿师父来做挡线牌 那这些都是不是真正修行 修行不会偷机取巧 你要承认你的发心 所以菩萨界强调的是发心殊胜 你的心态是不是真实 断除自私 不为自己想 反正生脑病死痛不痛 那些都是一个因缘果报 那只是我心里面 我心里转业就转 所以那重点是众生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福田 如果特别我师父哥说 出家人不能成为别人的福田 受人供养 来是做牛做马 做他家的工人 做他赚钱来还他债的 因为欠人家债 所以要成为一个福田 那你要保持这种利他的心态 第四 功德殊胜 受菩萨界就像太阳光 无所不照 受僧文界 武界 八观哉界 就像引火一样 比丘界 小小的火 不能跟太阳光比 所以各位 现在你受界发菩提心 是个在家居士 是一个小男生 请问有没有 比所有的阿罗汉功德大 这是自然的 因为阿罗汉 为个人解脱 去受界的 去修行的 乃至出家的 不如一个发心的小朋友 就像前面讲 供养所有阿罗汉 不如供养一只鸟 鸟先来受菩萨界 就像梁武帝以前 做蚯蚓听 妙法莲华经 升起一个大称心 所以就可以脱离 出神宝 最后还脱胎做梁武帝 但是因为没有正的空性 很可惜 虽然发菩提心 愿意利益众生 没有正的空性 还是有我执 有这个我执 他就没办法圆满菩提 所以各位要让自己 有太阳光的功德 来点灯 也并不是说 我点十万 我点一百万 那只是一个数量 在值不在量 如果你有菩提心 点十盏灯 超过别人 点十亿盏灯 如果你有那个福报 点十亿盏灯 用菩提心来点 那这个十亿一点 都没浪费 对不对 整个世界前 搬来点灯 都不浪费 所以各位要 用这份信 就像刚刚我们 在救那些鱼 来 当愿所有鱼类众生 所有动物道众生 所有六道轮回众生 脱离苦海 同城佛道 我为如等 精进修行 功德回向如等 各位你要发愿 你去市场买鱼 你有一千块 买一千块 后面还有很多 你买不到 甚至他被杀了 你要跟他发愿 虽然我钱不够 我只有一千块 可以买这几次 但是我法的布施 我发菩提心的布施 我功德的布施 回向给他 要这样 要跟他发愿 你千万不要说 哎呦 要摸的 我也要拉 拉万分犀利 是我们虽然没有钱 把它全部买下来 也没办法救那些 在杀鱼的 杀猪的人 但是我们用 我们的功德给他 你要讲吗 请问一颗太阳 跑到你家去 那还得了 意思是说 你用一个菩提心 跑到一个杀鲁的战场 跑到一个无间地狱 那边都会被你骗造到 虽然在因缘上 你只能救一千块 你救一千块 但是在心地上的光 那超过太阳 你光进到市场走出来 所有过去被杀 未来被杀的 都可以超度了 所有来吃鱼的 也种下一个善根 因为你的功德殊胜 所以就像文殊菩萨 经常视线成动物 来度众生 因为它来供